好,来,我们的决赛开始,周睿赛决篮 看一下,首先周睿开球,我们决赛打11分,限时11分 双方,每个人有四次犯规,直接送对手罚球 周睿,极限上篮 之前说他一直用左手,这次终于换了一次右手 2比0 看一下,打王晓明 左右边,到篮下 好方 这球是好方,没问题 我们第一,奖金是2600 直接扔三分 这个球,这个三分太难了,周睿 5比0 这一上来,给对手来个下马威 看一下王晓明能不能扛住一上来 确实,王晓明看到周睿 明显自己有身高优势的情况下 他就想着不用秃投结合 不秃也不投,直接就开始打 直接开始被打,打身体 其实他这种想法不太对 就仿佛不是他之前小手赛包括8进4,4进2的打法了 没有找到自己节奏 不是说周睿比你明显身高厉势就只能打身体打他 而且周睿的身体其实挺壮的 之前有看他打 就是跟一个身材很壮的人去做对抗 然后被弹开的是那个身材很壮的那个 按一下周睿 哎呦,这球是有点脱手 太难了 我觉得王晓明就是看他能不能扛过之前这两分多钟 能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节奏 而不是说只想着去打身体打对面 周睿节奏是非常正确的 还是按照之前秃投结合 你看 就非要打身体 王晓明 对吧 就不是自己擅长的东西 节奏已经乱掉了 而且顶不动周睿 这两下 周睿漂亮 这就是周睿 7比0 哎呦,真的是 一上来把这个王晓明完全打蒙了 核心力量 还是要打身体 这球直接被对手切掉了 蒙了 已经完全蒙了 现在 这个时候啊 就是周睿只要再得一次分 几乎这比赛就没了 就完全没了 我们打11分 赖以生存的防守 看能不能还在 哇 周睿这 这决赛命中率太高了 这是四中四吧 决赛是不是没丢过周睿 丢过一次 是吧 丢过一次 哇 真的是 而且决赛是四个进球 两个用右手 非冠用手 王晓明现在这个投篮就已经脱节了 难道说决赛要凌风吗 啊 真的是 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啊 周睿城市赛之前打过两次全胜 目前决城市赛没有输过一局 嗯 中投 有没有 哎呦 差一点就差一点啊 就差一点 自己投完就想往回走 呃 很像 现在啊 王晓明 还一季三分 三比九 啊 还能不能缓过来啊 呃 用手遮着 啊 走右边 嗯 这球有犯规 但是裁判那边 显示是好球啊 我们这角度看到好像有一点 这个干扰到对手啊 嗯 嗯 对 亚军我们在决赛这个呃 美得一分 拿走一百块钱啊 啊 我太难了吧 这球啊 开始玩起来了 感觉啊 小明还是投三分 嗯 六比九啊 两个三分了 现在 嗯 王晓明 稍微这个缓过来一点了 现在啊 周睿 篮下 哎呦 还是差一点啊 啊 如果说 现在 再来一个三分 那就说不准了啊 或者说再进一个球 其实王晓明就是拿到 这个塞点 啊 会不会继续投 嗯 还是说突一个 继续三分 哇 王晓明 三记三分 九平 让九追九 这是 不好说了 而且双方现在 犯规次数都没有满 9比9现在 啊 9比9 我难道说决赛 陆人王城市赛 决赛史上最大逆转吗 周睿 有没有打进 绝杀 11比9 我们恭喜周睿 拿到个人陆人王 剩下的第四冠 同时也保持这个 城市赛全胜战绩 哇 真的是很惊险这一局 九比零领先 被对手连续追九分 最后绝杀 还是左边啊 还是熟悉的这个 空中对抗之后的 终结 真不容易这球啊 这眼看着要被对手逆转了 太强了 确实 王草明决赛啊 很明显是 怎么说 一开始那几个进攻的选择 太差了 全是单打 还没有进入状态 最少有五个单打 就不应该这么打 但最后能无稳住 我觉得瑞哥也是 很不容易 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 很不容易 谢谢 este really homem 这个 谢谢大家